講到檢查過程很繁瑣 我們皮膚科有一個檢查過程 真的是有一點繁瑣 我之前在醫學中心的時候 有一個50多歲的一個男病人 那他是在工廠上班的 身上就是臉 手腳 四肢 常常就是會長一些失疹 反反覆覆 然後發作之後又起氧無比 去看醫生吃藥差異好像又好了 可是這個藥一停又開始漲 那就第一間換 第二間換 第三間換 全台北市有名的看過一輪了 他覺得這樣子下來已經一整年了 他健保卡已經用非常多次 想說還是要找出 到底我為什麼有這個疹子 所以他那時候就到我們醫學中心來做 說醫生你幫我查看看 有沒有查這個過敏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我這個疹子都不會好 那我們問診了以後 強烈的懷疑他是 有什麼東西在過敏 很多人想到過敏就會覺得說 抽血就好 抽血檢查過敏 我們跟他說不是 你這個不是抽血檢查過敏原 你要做一個東西叫 貼布試驗 這個貼布試驗是什麼呢 大家可能對他比較不熟 這個是病人的背後 我們做一個示範 你會看到很多圓圓的 這不是沙龍趴斯 這個每一個圓圓的裡面 都有可能是他的過敏原 我們有一些標準的試劑 就是說有的可能是香料 有的可能是防腐劑 有的是什麼成分 包括說病人本人自己 他有接觸到一些特別的東西 那病人就說 我說可是這可以幫你查 一些比較特別的過敏 譬如說我們曾經幫麵包師傅 查出來他手 一直富貴手沒有好 結果是對那個麵包裡面的 黑糖香精過敏 所以他可以繼續做麵包 他不用轉行 對 如果你沒有幫他做這個檢查 那你就不知道 你可能叫他轉行 他可能已經做麵包做20年了 然後叫他轉行怎麼辦 舉牌子嗎 所以 再過五年看他已經沒有手在那邊 對 所以我們就建議他說 你試試看 因為這個貼布先生真的查出 我們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有一個太太 她的臉上的疹子一直沒好 後來貼布先生幫她查是 她拜拜用的某一個箱的層 某一個牌子的箱 你們可以查到那麼細 可以 可以 但是重點來了 後面這一段 就是說這個檢查 不是貼上去就好了 你貼上去 你回家上半身要插澡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五天 第七天 要一個禮拜 都要回來醫院給醫生看 那好止不止 這個病人是住新北市 所以他每天都要來回交通 然後來給醫生看打開 然後我們檢查畫圖案 照相 所以如果跟 再一次住隔壁就很方便 可以去做這個治療 貼著明天看又貼回來 是 貼新的還是貼原來的那個 沒有 就原來的那一個 因為有的反應比較慢 有的可能第三天 那有的很快第一天就出來 觀察變化就對了 對 然後最後結果 好險 結果出來是有 查到一個東西叫 其實 誰會沒事碰伏馬鈴 除了高大神之外 大家不知不覺都在碰 其實瓜哥你不知道 我們很多保養品 甚至是有一些東西 生活當中很多東西 會加微粮 所以有時候你不知不覺 甚至連你的鞋子 鞋子有時候也會 我以為只有髮衣會 還有牛仔褲 我們的一些衣物在 就是他從工廠要出廠的時候 他之前會有一些 等一下 那你這個查 等於沒查一樣 我就算知道對伏馬鈴 我怎麼知道這個有沒有伏馬鈴 對 這就是病人的疑問 等於沒查 對 我們跟他說 你簡單你就是避開伏馬鈴的東西 然後病人就說 那不就全部 我要去外太空就好了 因為他不會去說 去躲 對 像你對麵包 你不要吃麵包就好了 對 可是對方 你剛剛講的那麼多 我怎麼去避 對 很多東西都有這個成分 對不對 一到你家一坐沙發 又腫起來 有沒有伏馬鈴 那之前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大家都在家裡面 雖然現在微解封 但是你會覺得自己的很多狀態 其實都還沒有恢復到之前那種 都是就是在那個 打開的那個狀態之下 那尤其像我們自己家裡面 我是不會下廚 所以幾乎都靠外食 所以其實從小 像剛剛在講那些 什麼很繁瑣 然後找不到病因 所以從小其實我對這一塊 我就會特別的注意 因為我知道我不會做菜 所以小孩的營養 對 沒辦法 我不知道怎麼樣調配 我也不會煮 天生就會被我害得不均衡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我對這一塊 就會特別的注意 然後我收到的資訊 也是知道說 你要讓小孩的防護力比較好 大人的防護力比較好 營養均衡很重要 所以其實從小到現在 其實連我自己都在補充 益生菌 那只是在益生菌 因為現在選擇非常多 像我最近就找到一個 不甜的益生菌 不甜 因為我後來分享給很多朋友 他說為什麼你一定要找不甜的 不是甜的比較好吃嗎 我說沒有 我要找不甜的 因為從小這個 這個問問一下王醫師 就像我們從小小朋友 所有的資訊都跟我們講 小孩不要一直吃甜的 對 糖對小孩的影響很大 這是腦力發展 這是對的 糖分對小朋友是不健康的 對 所以從小時候他們 譬如說小朋友天生喜歡吃糖 我就會控制他 譬如說他吃蛋糕 甜點 巧克力 就會規範 不是他想吃就吃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特別去找說 像這種益生菌 你每天都是吃一到兩包 你可能一不小心 你光吃裡面的糖 Maybe就過量了 所以我那個時候是真的找很久 才找到這個不甜的 那這個比較特別 它是一個營養師在做研發 然後它的不甜 我剛剛有發給大家幾條 你們可以吃吃看 對 因為像以前 我們在看很多的益生菌 一開始你會被它的甜所吸引 什麼養肋多的味道 草莓的味道 好像有口味 對 那個其實很多都是所謂的 添加物 有沒有 它添加什麼果汁粉 香精 糖 那這個不甜其實很簡單 它這些東西都沒有加 然後大家 你們現在試吃的那個口感 會覺得 因為我知道一些 完全不甜對不對 會加味道是因為擔心不好吃 對 可是它雖然不甜 像以前的益生菌 我吃過有那種很酸的 我覺得很好吃 對 會有很奇怪的味道 可是這個完全不會 它就是 感覺就是很Q很純 益生菌原本的味道 它是米糊的味道 對不對 它真的是米糊 它真的是米糊 就是泡米茶 米糊 對 對 對 所以雖然它不甜 但是小朋友吃 他們都可以接受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不錯 然後還有再來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我後來去查它一個叫做 以前我們沒有聽過這個保證菌素 後來我去查 算是一個新的 大家會注意到的一個技術就是 像以前我們都在想說 我到底要吃多少菌 可能沒有很多概念 對 那保證菌素它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保證它吃到你肚子 經過你可能 時間 因為大家也知道 益生菌它會慢慢慢慢的死掉 因為它本來出場是活的 時間久它會慢慢死掉 它可能它自然的死亡 或者是你胃酸的破壞 可能到你最後真正吸收的 它是零 那就是白吃 對啊 就是白吃 有吃等於沒吃 你花的錢等於白花 你吃的等於白吃 所以後來我看到這個營養師 他很要求所謂的保證菌素 就是你吃到肚子裡 它還可以保證你吃到多少菌素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 吃到刀口上 所以我家裡面 從我自己到小孩 這樣補充下來 我覺得整個人的精神 會覺得比較輕盈 我不知道我這樣的挑選原則 王醫師這樣是對的嗎 王醫師 對於這個飲食不均的部分 其實這個在國劍署 都有很多調查 大概在膳食纖維 比較多的這個蔬果類 其實在台灣大概 19歲以上的成人 一般他其實只有 大概兩成的人 攝取是有足量的 那其實大部分的人 攝取都不夠 那還有就是調查裡面也發現 其實有 大概每天都會接觸到 這個含糖的這個甜的飲料 所以這個對身體也是不好 所以如果在均衡的飲食下 能夠再像剛剛說的 補充一點益生菌 其實是對健康有幫助 那剛剛講到這個 小孩吃糖的部分 其實我們當然日常生活 不希望小朋友 接觸太多這個糖果 餅乾 零食類 那像這種每天吃的保健食品 當然這個糖分多 對小朋友的健康 當然也是不好的 對 所以這個選擇也是一個要考慮 那益生菌其實 我們希望它達到一些 比如說你希望排便 調整體質 其實這個重點就是第一個 你菌豬要挑選對 那第二個就是菌量 要達到足夠的量 剛剛就有講到 其實益生菌都是活菌 所以出場多少菌 跟你吃進去到最後 可能時間又過了久了 有可能就沒有那麼多的效力了 對 那第三就是食品添加物 其實還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吃這個是為了健康 那你這個過程如果吃了 其他不健康的東西 那添加物太多 其實也是不好的 所以這個挑選的部分 這幾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要想到的地方 了解 養生非常重要 有時候你看 常常我們在我們節目當中 聽到一些人的病兆都不一樣 但是呢 這意涵的什麼 就是說身體維護要健康 是一件非常難的事 但你有花多少心思去照顧呢 有的年輕人就浪費嘛 到老的時候就不可逆嘛 那像許莉這麼年輕 也許老天爺給你就是 從這裡開始養生了 真的 你懂我意思嗎 通常好的地方想是這樣 看大家都說我很老人 這個也是好處 會更小心嘛 所以養生這個課題 不是老人家 年輕人也要懂得保養 祝大家生理健康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